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如何来回应 一起来为这来祷告 请 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主耶稣 透过气候的变迁 各地水灾干旱 甚至饥荒的发生 让我们深知道 祝你再来的日子敬了 真的求主 苏醒教会 苏醒你的儿女们 真的要学习那聪明的童女 更多起来预备灯友 迎接主你再来的日子 真的主也让教会 知道在这影响末世 要做的各项准备 叔叔帮助各教会 让天父爱的大家庭 在教会中开始成型 并且开始发挥影响力 好让在这末世 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得到 适时的帮助 主愿你来 也愿你让每个你的儿女 也都能做好预备 随时向身边有需要的人 来传讲福音 传讲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你的救恩 你的真理 好叫在这样动荡的时候 更多人能听见你的福音 他们的心就要回转归向你 是的主 愿你来 愿你来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为着美国的南加州 发生一起枪体案件 我们来祷告 它是位于当地时间周日下午 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遭受到攻击 目前传出来至少一死无伤 让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祷告 正为了这整件事情 我们同心祈求 求神来医治所有的伤者 及死者的家庭 愿神的爱 怜悯与恩赐 充满在他们身上 使他们的身心灵 得到完全的恢复 求主保险遮盖在整个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者们 会友们 使他们从惊吓不安中得到平安 让他们携手 彼此帮助 在主耶稣的平安与盼望中 彼此扶持 彼此帮助 重新站立的稳 为主得到那地的灵魂 我也在下方放了一个连结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整件事件的话 在下面有一个新闻稿 你可以点击来看 那我一起来祷告 请 请不吝点赞 祝感谢你 主 主 感谢你 主 赞美你 主啊 这是为了整件事件来向你祷告 主啊 愿你的怜悯 你的安慰 要领到你的百姓的当中 主啊 要领到 你同样领到伤者以及受难的家属 主啊 而他们是当中 要经历到你的医治 是更多 是他们能够从恐惧中脱离 主啊 他们要经历 经历到蜀天的一个平安 蜀天的安息就要在他们当中 主啊 愿蜀天的平安要领到 这整个当地的当中 主啊 出去恶者所带来的仇恨氛围 要带向一个 那个耶稣基督的爱与盼望 主 愿你要来掌权 主啊 愿求你这是破除一切的暴力 纷扰 主啊 愿你这人 示下一个救恩与平安 要在整个南加州 救恩要领到每个人里面 主也同样祝福在 在他们的教会的里面 主啊 愿他们要在当地要得着 这朝那地的灵魂 主愿你真的是 加一个盼望 爱跟盼望要 示在整件事的当中 谢谢主耶稣 听孩子在你面前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接下来我们要为乌克兰来祷告 在乌克战争至今已经进入了第八十多天了 那为乌克兰的勇敢坚定来感谢神 一位乌克兰的牧者更归荣耀给主 因为新教传入乌克兰至大概已经有三十多年 带来了复兴 甚至乌克兰才派到俄罗斯的宣教士 比欧洲还多 求主垂听苦难中乌克兰教会的祷告 并使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神的大能要降临在乌克兰 也祷告不只在乌克兰当中 也要祷告在俄罗斯当中 使他们的战争早日平息 我们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父主感谢你 主赞美你 主啊我们将乌克兰带到你的面前 主啊特别为他们当地的教会 真要勇敢坚定的来感谢你 主啊愿你真的是来试给 试给当地更多的教会 要带来一个复兴 主啊愿你垂听他们在苦难当中的一个祷告 愿你来应允他们 主啊使他们都被圣灵给充满身 虽然你的大能要降临在乌克兰 主啊不只要在乌克兰 主啊你的平安、你的和平 都要降临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当中 主啊不知道这个战争还会多久 但是主啊愿你将那个史上越来越低 主啊愿你来窒息、来平息 主啊看顾在乌克兰 很多都是属于你的百姓的时候 主啊他们呼求你就来应允 你就来应允他们的祷告 主谢谢你 主啊愿你真的是来祝福在周边的邻国 开始在领一些逃难出来的难民 主啊愿他们都是有一个丰盛的供应 主啊愿你的供应要在这当中 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要赐在领养的每个家庭的里面 主啊愿谢谢你 谢谢你看过这几件事情 主谢谢你 祷告奉好耶稣基督名祈求 阿们 家人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 甚至今有二十秒的一段影片 那我们看完之后 我们一起来为中亚来祷告 真求神能够一个福音的大门要常开在中亚当地当中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影片 见到很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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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